看好開放 大家來台灣 自由行的相機 新的管政府 提出中華僚文化園區的經理價位 希望可以關在六月分數前 中華僚一百十歲 早期的時候來開放 但是有人認為 這個文化園區 交通是真不興奮 如果沒有關鍵來改善 改善就算開放 效果也不好 上次在頂上做事項的三位 頂師債府關鍵關工 因為這組張學良跟婦人 照一地的訴訟 要關在六月基盤的 張學良兩三年會時公開 把張學良跟婦人 在他的生活面方面來著手 現在為了 新的管工和鄉下 張學良國際是 九十年十二月 才讓候民眾參觀 不過這裡只是重建地 因為關鍵為了 途中華僚文化園區 不能去建物 目前管政府這點的行程 行政区所變 準備徵修國際 勾建張學良文化園區 重建以後 讓後人也可以瞭解到 中國近代史 這位關鍵人物 那最重要是能夠吸引到 大陸的 到台灣的觀光的時候 也可以到新竹來 為了營運 目前要到的陸客自由形 管會拿出了 張學良國際的公平價位 還要在中國料理省的 兩千萬十五金 即使張學良國際 為在五方三區 離市區要兩點發展的車庭 要經營陸客 就要先解決交通問題 目前我們可能採用 以增加班次的方式來因應 還有申請無縫接駁的專案來實施 那另外可能再跟旅數業者 來做套裝油層的規劃 目前要到張學良國際 剛才開車 就讓這間單台車 一點點才有一般的客戶 如果說無縫接駁出事 這開大錢 康徑的張學良國際 和酒餅的觀光設施 也很難去旅客來車觀光 記者 總和報道 謝謝 謝謝